就是我怕这个造成去了 不管它我们该怎么上就怎么上 就是立即选址搞清楚了吧 指令里头这个就这个数就叫它立即数 这个不是最快的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继承器选址 我们不是讲主要是这个原操作数吧 先考虑原 那么像这样的一条指令 就是把BX送到AX里头 指令是这样的是吧 那么假设原来的AX1234 BX内容是3210 那么我们把这个指令执行一下 那就把BX的内容送到了AX去 那么再看一下下一条指令 下一条指令就是8位的 那么它是把AL送到CH去 我们也执行一下 执行前你看 执行以后 原操作数的内容变不变 不变的 它只不过把它的内容送过去了 所以执行以后 你看原还是34H 但是目的操作数就变了 这两条指令很快就讲完了 行止方式 一种叫立即行止 一个就叫计程器行止 那么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就是原操作数和目的操作数的长度是一样的 我如果把AL送到CX去行不行啊 8086不允许的 为什么不允许呢 他不知道把AL送到CHSCL 那么他硬件上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是不允许的 要一样长的 但是对于80386 他就进行了改进 比如说386指令里头 有一个 他这个不能打灯啊 就是 80386的 指令 他是允许原后 目的操作数的长度不一样的 例如MoveCX最后一张里头有CXAXBH 这条指令是对的 如果说8086MoveAXBH是错误的 他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怎么送法 就把BH送到了AH清零 BH送到A 把第一位送过去了 高位就给清零 有这样的指令 所以后面的高档机的功能就加强了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第三个 就是这个指令里头的第一个是 我们把标题写一下吧 选择方式 第一个就叫 立即选择 immediately 选择方式 第二个呢 就是继承器选择 第三种呢 这个是最快的啊 也是比较简单 参加印刷的这个数都在继承器里头 我们讲的是圆 实际上呢 目的操作数也是继承器 第三个呢 叫做继承 承储器行指 也就是说我们参加印刷的数都在承储器里 这个里头 这个里头书上给它分成什么直直行指 辨直行指 辨直直直行指 为什么分一大堆啊 我仔细研究过了 就是因为各种操作它的这里这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都这么来分的 当然硬件上也是不一样的了 我们知道呢为了简单其节给它弄在一块里头再分成几种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然后还是要给大家记一下 这个承储器行指方式 也就是说参加印刷的数在承储器中间 要把承储器取个数 或者是我们要把印刷的结果送到承储器 是不是 那就是目的地是承储器 那么这种行指方式的自行速度比较慢 比刚刚的慢 因为要跟承储器打交道嘛 要到外部 表示的方法最多 数据很多是放在承储器 情况最为复杂 要求能在一招臂的承储空间里头 能找到每一个地址单元 高档机就是这个 叫保护模式下的承储器 什么操作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最后一章介绍了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找承储器的地址应该怎么找是要有一个断基地址和便宜量相加 那么这个断内的偏移量呢也称为有效地址 基地址就是说很简单 就四个断嘛 然后呢这个偏移地址就比较复杂 下面呢有些我们再写一下 然后看看 这个各种寻止方式 第一种就叫直接寻止 指令的自信时间 直接我们这一个版本上就是这个指令系统的最后一小段 还是讲了 后面就给它拿掉它了 后面也得说 直接寻止 比如说我们这个 就是说指令里头直接给出便宜地址的 叫直接寻止 我们例如 就是已经举过 Move AX 1200H 这是乘处精神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一个乘处单元的内容送到AX去 送到注射是一个分号开始的 结果送到AX 那么乘处单元的物理地址是多少 现在已经有了 这个 已经有了就是它的偏移地址 它的断积地址一定是 DX 这个默认的乘以16 加上 1200H 单元里头的 内容给它送到这个里头去 那么这个 默认 DX 集成器是它的断积地址 这里的偏移地址呢 我们把它叫做有效地址 断积地址呢 断积的偏移量 偏移地址 也给它称为有效地址 有效地址呢 有效地址呢 我们用这个EA来表示 有效 EFF EFF 这以后大家看到这个EA 所以我们断地址是四个断 EA 到底有哪一个EA是多少 这就比较重要了 那么 这里呢还可以用符号地址来表示 再讲一下符号地址的 就是我们第一章做作业的时候 就提前做了 符号地址概念 比如我们这有叫 AR EAE 这个DW 0145H 表示我们这个层主代元给它起个名 就叫AREAE 开始放了一个字 是1 是0146 那如果我们自行一条指令 Move AX AREAE 把这个层主单元 名称叫做ARE的这个单元里头的内容 要取一个字了 送到AX 自行以后呢 我们这个AX就等于到 0145 给它送进去 所以这个就称为符号地址 实际上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AREAE不一定都表示符号地址 还可以表示一个数 这个叫符号地址 还可以表示一个数 AREA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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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就不是符号地址了 我们用AREAE 实际上这个就不太合理了 表示一个数是0145 H 这些 东西呢 就是为指令 为指令 形式上是指令 但是是他也没有机器码 就是起一个说明的作用 所以下面一条指令 这个48这个符号 用这个0145H 下次我就用这个符号来表示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要区别一下 DBDW 这就是符号地址 这样说一说 那么我们这个是讲到数据段取数 我如果不想在数据段取数 就应该怎么办呢 叫断超越前缀 我只要再讲一下 我们刚刚讲是默认的是 断基地值一定是DS 我不想再断 数据段 所以这样有一个断 超越前缀 那么 那么 譬如说 这个 Move BX ES 这个表示什么呢 我在复加段里取个数 送到BX里头去 结果是送到BX 负加段 1S 乘以16 加上2100H 单元里头的内容取出来 所以 牧人的规略 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那么像这个呢 就变成 从其他段来取数 这我们刚刚讲的 直接寻止 就是 不是直接寻止 是 我们讲的是 就是 立即寻止 然后呢 我们看 就是直接给出地址来的 是吧 就是 然后看一下 再乘出其 行止里头的 继承 就是 其他的 我就不一一讲了 这里为什么要介绍一下呢 一个是看一下物理地址怎么求的 怎么取的 然后有断超越前 所以跟符号地址这几个概念 后面呢我们再看 书上已经讲了很多了 来看一下 其他的 呃 还是存储去寻止 就是 物理地址 就是这个物理地址 我这里还是再写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软件 哎呀 关起来了 就是 刚刚讲的是直接的 还有是继承期间去寻止 我先写一点以后 再看哈 否则看一会儿看完了 嗯 第二个叫 继承期间解 行止 就是我们这个继承期里头的数啊 不是穿家硬帅的数 而是他的地址 放的是地址 行止 现在都是举例啊 就是 就是 呃 他那个能用的继承期就是 bx bp s i 基地址 我给他分开 s i d i 这两 前面两个继承期呢 叫g子 基地址 基地址 寄承期 底下的呢 叫辫子 寄承期 这四个寄承期 里头 可以放 地址的 那么放地址的时候呢 要给他加一个方括号 可以 这这几个继承期可以 可以存放 地址 存放地址的时候呢 要加一个 外面要加一个方括号 比如我们moveax送bx bx送ax 如果不加方括号的话 bx以为是把bx里头的 bx内容送到ax去是吧 加了一个方括号以后 嗯 就 表示是 依这个 为间解 寻止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是来 举一个 举一些例子 再继续举一个例子 例如 move bx s i move dx bp 你看 这个地址都放在 继承器里头 加了一个方括号 所以叫做 继承器 兼解 寻止 我们看看这条指令 自行功能是什么 把内存单元内容送到bx去 内存单元是什么单元 它是 表示 是数据段吧 dx 写成这样了 s i 里头的 就是根据这个求出物理地址 取的数送到bx去是吧 下条指令是什么 把结果送到dx去 但是 一看见bp bp跟什么配合的 跟ss 配合的 是吧 是堆栈段 所以这应该是 ss bp 也就是ss 乘以16 加上这个bp 从这么一个堆栈段里头取个数 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是 加方括号 以后就是 这个继承器跟谁配合呢 你们就要看见有bp的 一定是用的是 对栈段 其他情况用的都是数据段 所以就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 第三个 嗯 操作 就叫做继承器相对行止 第三个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所以 你们一看见bp 他一定是跟ss 到堆栈段去取的 不能到数据段 第三个呢 叫做继承器相对行止 除了这个继承器间接 我还要在这个基础上 还要跳过一些单元 或者增加一些单元 那么前面还可以加个数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相对 还可以加一个八位的偏移量 或者是16位的偏移量 就相对 我们举例子啊 因为书上已经对每一个都写了很多了 movbx 比如说 下一个count 也可以用符号来表示 也可以count等于5 或者是等于60 h什么都可以啊 这个si 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是把乘主单元里头的一个数 送到bx继承器 那么这个乘主单元的物理地址什么 你看方块号是si 而不是bp 那一定他的断基地质默认是什么 ds ds乘以16 加上什么呢 加上si 加上count 所以这个方块号跟前面的数的关系是加的关系 只有很清楚啊 这个count叫做位移量吧 或者位移量 那么位移量可以是count 可以是8或者16位的位移量 嗯 这个计程器相对行指 那还可以把G值变值再加起来 第四种 这个叫做G地质 G地质是bx bp G值变值 选值 选值 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呢 有效地质可以是G值和变值加起来的 所以叫G值变值 那么当然G值变值还可以相对再加出来又是一种了 好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s move a x 当然也可以al 这样就取一个字解 然后呢bx 然后di 也可以用加号来表示 有的会别它不认 我方括号里头bx加di 有的方括号这样两个放在一起 它不太认 反正你们到时候呢 这个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取个输送到ax 取什么数啊 bxdi 它的默认的断积成绩一定是ds 乘以16加上它的有效地质是什么bx再加上di 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最后一个大家就知道了 G值变值相对行值 前面可以加一个8位或者16位的位移量 嗯 所以最后一种第五个就叫做相对 G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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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值 秦值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 讲了以后面讲加发指令的时候就很容易了 我就告诉你 可以是乘储器操作书 那么比如有的书上 他就讲加发指令可以有什么什么举例 他就举不完了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再举我想他也不够 那就讲一下就乘储器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很简单咯 x或者si这样写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相对 这个是G值 G值 这个是辨值 这个是辨值 sidi 是辨值是吧 所以他的物理地址也是很容易求出来的 那么是这样的 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他就把几个加加起来 就可以求出他的有效地址来 那么这个是8G国送到al 也还是ds乘以16加上mask 加上dx 加上si 今天也没有布置作业 就是看下次布置 哪个指令对的哪个指令错的 这个不就很容易吗 是吧 把它加起来 那么但是我们看看就是这个方夸号 表示方法 要注意一下方夸号的 表示方法 我们的书上呢 是在64页 你们再回去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些原则 只有四个集成器可以放到方夸号里头去 就bx bp sidi 是吧 辨值和基质 这是一个原则 还有什么原则呢 1200h 就这些累积数可以放进去的 那么你不能把sidi放到一个方夸号里头 sidi 这个是错的 sidi 两个辨值 这个是错的 然后呢 你这个bx 加上bp 放在一个方夸号里头 也是错的 它不是要到数据段还是到 这个堆载段去了 另外呢 你只要一看见这个bp 一看见方夸号里的bp一定是堆载段 其他情况一定是在 数据段 那么如果我想到复加段其他段的话 你用段超越前缀 就这么几个原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软件啊 你看 你看 只有这四个计程器可以在方夸号里头 因为它是用来表示这个 嗯 地址的是吧 这几个是表示便宜地址的 直接地址就是假如说1200h 也可以放在方夸号里头的 嗯 那么还可以用符号地址来表示我们刚刚都讲了 方夸号里一看见bp 就马上就知道它的断基地址一定一定是在一定是在对债段 它的物理地址就是16乘ss加上ea ea是多少 就把位移量加上bp加si是吧 bp加di位移量或者是直接是bp 就这几种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地方呢 没有方夸号 没有方夸号 不是没有方夸号 是 无方夸号 或者方夸号中没有bp的乘储器操作 一定是隐含ds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嗯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disp 假如1200 嗯 或者 你就是 就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话地址就这个disp是什么意思了 常常有点 肯定地址还是要加一个方夸号的 或者是符号地址吧 或者是 然后呢 再看啊 bx加si是允许的 相对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bx加di允许的 bx单独sidi单独都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方夸号里出现一个ax 出现一个cx 都这么可以的 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允许使用断超越前缀 将disp修改成cse 或者是ss可以修改 然后呢 这个disp 表示8位 或者16位的 位移量 嗯 那么 我们 你们想想看啊 这一共有多少种表示方式啊 什么bpsi di 什么 想想 一下想也不能马上那个啊 嗯 嗯 我们来看看有多少种方式 你看 物理地质的计算方法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吧 eaa24中表示方式 所以就是你以后做加法指令解法指令 我就告诉你乘主器造作 就不要像有些书上那样举例去举了10个 我觉得他还少了14个 是吧 所以还是不够 我们这样呢 就把它逗例出来 我告诉你 这里头就乘主器 我就不用举多少了 那么看起来那么多 是这样你就做边一排 你看bxsi可以加的bxdi 这bpsi 然后单独可以的是吧 那么这一边加了是什么 这一边就加了一个相对的行指 就加了一个8位的相对行指是吧 这一边呢 就加了一个16位的相对行指 所以说起来有24种方式 你要记得的话 就把左边一排组合记了 然后你就讲着有相对的行指 一下就24位就可以记住了是吧 所以呢 作为乘主器操作数是这样 当然了我们这个高档的 他又是可以多一点了 就高档Gax Cx都可以加到方框号里头去的 我们这个8086现在要求的 他是不可以的 就这四个 那么再看一下第四种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啊 立即巡指立即数 计程器巡指操作数在计程器 第三种乘主器比较复杂的 复杂的就是这一些了 也其实搞清了也不是很复杂 第四种呢 叫其他的行指方式 就是第四个 其他的行指方式呢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啊 你看一个叫调整指令 我们就是假如说辅助进位为 AF标子自1以后 做加法的时候加6 做解法的时候解6 调整是吧 他没有操作数吧 这个叫做没有操作数的 隐含在里头 对什么操作啊 他对AL内容 CLI把这个中段Clear Interrupt标子 清中段标子也是没有操作数的 允许就是一个操作码 这就是其他行指方式之一 其他行指方式第二种 一条指令里头有几种行指方式 你们看 这个是把乘主单元送到AX 我们从原操作数的角度来讲 BX是什么操作数啊 乘主器是吧 因为加了个方块号 目的操作数呢 是继承器寻止方式 因此一条指令 通常两个操作数 它有两种寻止方式 也可以两个都继承器了 像这个操作数什么 MUL是乘法指令 DL跟谁乘啊 指令里没有说明 也是隐含的 他表示另外一个操作数 一定是在AL里头 所以就是其他的寻止方式 其他还有什么呢 叫IO端口寻止 就是我们这里呢 再讲一下 IO端口寻止啊 我们自己看一看 那就是端口地址 实际上是机口电路里头的 这个端口实际上是个继承器 乘方数据的 我们后面第六章 你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把40H的内容送到AL 硬直0 然后把AL继承器的内容送到83H端口 这就叫做端口寻止 那么端口呢 允许在0到FF 我后面再写一下啊 然后端口里头还有间接寻止 我如果想把RF0H这样一个地址单元 就是等内容 我这个口地址的号编号超过了FF 那这个就不能直接用硬直0 不能硬ALRF0H 要把这个RF0送到DX层层去过渡一下 然后DX再来给它送到AL 底下同样的300H是一个端口地址 比较大的一个端口 也要是送到DX 再把它把AL内容送到300H端口 因此呢还有输入输错操作 那么这就是硬AL 而叫40H 这40硬直0不是move直0 它这个呢就是表示840H端口的内容 40H port端口 就是IoG口里头不是像乘除器 那个叫乘除单元0单元1单元 这个IoG口地址我们把它称之为 就是端口40H50H就这个 H端口的内容给它送到这个里头去 它可以out指令有out out呢也是要这边 那就是我们看一下out 刚刚就是这个 4RH吧 这个是把4RH端口或者口AAR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端口地址呢 一定是在0到FF 就是口地址的范围呢 inout指令是在00到FFH 这个是可以直接 直接寻止 你看就直接把40跟AL打交道是吧 如果说超过了的话 大于这个FF的话 要用DX来过渡一下 所以呢 move plusdx300H 我准备要跟300H端口打交道 那么我这个in ALDX 我从300H里头夺一个数送到AL寄成器 还可以送到AX 我们后面再介绍哦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寻止方式有这么多种清楚了吧 就是有立即寻止立即数 寄成器很简单又快 乘主器有各种各样寻止方式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寻止方式 介绍完了以后 讲这个还有其他的方式 还有转移指令 像扣指令 我们就后面再介绍了 第二个部分呢 没有做到教授软件里头去 是就是机器码的问题 所以要写一下啊 嗯 把它关掉不要它了 就是教授软件是这样的 你们到时候有同学到我们实验室去 就附一个光盘吧 你们不要到处拿出去就行了 有些待会他就要有意见了 你卖给我们这么多免费给你们用了 反正自己用不用就用吧 嗯 现在要把它做成大的写视频的 你看这个动画 一动它就都对不上了 好几千张的画面 还有那么多录音稿在里头 我想是再没有人能来做这件事了 应该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们有些同学 比如说出国去做硬件 他在实验室原来没做过硬件 他把里头的ADDA转换啊 85啊什么 他做的烂熟了 出去他应接他说国很懂 他都会做 要搞得非常透 甚至有些新的芯片 拿来以后 没有条件做实验 我们都给他做进去了 嗯 有一些还读不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第二件 就是指令的机器码 机器码 那么这是 嗯 我们看一下啊 编码目的和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机器码 我们前面讲过嘛 老早做实验的时候 都是用机器码做的 就是以前八位机 编码目的和指令特点 讲一下啊 这个 这个 写甲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本课程 去做实验的时候 写好汇别语言程序 谁要了解指令 写好以后就送到机器里 让计算机翻译成机器码 那么为什么要学机器码 计算机只认识机器码 你们写的那些符号地址都是不记得的 刚刚不是有很多符号吗 你们看一下 指指令也好 还有就是CPU的引脚功能也好 你记他的英文的缩写 就记住了 否则那么多的符号怎么记得住啊 是吧 你要记这个引脚的时候 记指令的操作码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它的英文的全称是怎么写的 原来他就速写一下 对吧 那么就是因为计算机指令的机器码 那你当然要了解一下 如果要你去设计计计算机 有些东西要了解机器码 因为计算机的部件都是二进制的嘛 就是所以你当然了解一下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了解机器码的 什么情况下要了解呢 就是透彻了解 透彻的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然后呢 有的时候要看懂这个清单啊 必要的事也不是什么事都要 程序清单里头就有一些机器码 还有呢是调试排错的时候 可能就会用到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大家能比较透彻了解原理 所以学一下简单的学一下 那再看一下编码的方法 所以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把作业后面都拿掉了 那个八位机啊 就是以前学的八位机编码就非常之方便 就是八位机很简单 它是怎么搞法的呢 比如他这个指令啊 比如叫LD 我们这里是Move指令啊 老早的那个叫LD 那叫AB 比如说他要把B集成器 我把B集成器送到A 怎么送法 这里有一张表 有一个表格 表格里头呢 那个机器码 这一流就是ABCD 这个目的的ABCD 所以啊 比如说B送到A的 就是一张交一个机器码就出来了 所以就非常简单 八位指令 他那个机器码后面一列表 所有的呢 16位就非常之多哈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8086呢 就比较复杂 然后80386以上的我也仔细看了 看了以后看怎么给 介绍就比较复杂了 那我们例如 Move 有一个目的操作数 BX 我们把BX送到目的操作数 这样一条指令 你们说目的操作数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 8个16位的集成器吧 因为这个是BX16位 这个可以16位的集成器是吧 还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乘主器吧 你这数行不行 我把一个BX数 到一个立极数5去行不行 肯定不行的是吧 它可以16位的集成器有8个 然后呢有乘主器 乘主器有24种表示方式 因此就非常之多 我们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前面一个学生跟我说 还有什么什么没考虑到 我说你不要再搞在里头了 就太复杂了 所以这个就有三四二种表示方式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反过来 又有三四二种 如果把这个表放在后头就太多了 但是呢它是有规律的 我们呢尽管复杂 但是不外乌这个叫什么 它的操作素是立极数计成器 成储器再加上口地址 这么一规纳的话就不复杂了 所以原来也有表的 但是也占了好几十页 给它拿十几页吧还是二十页 拿走了也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编码是这样来编的 我们最初的时候 这个会编语言 每一条程序如何翻译的 我都做过这个事 譬如一看看到一个LD 然后后面是什么 怎么给它翻译成器 最早都是自学的 我们这个就也从来没有人教过 自己自学不称才 自学 你们现在计算机水平就可以高得很多 所以我有时候看我的研究生 坐在计算机上 更不要打草稿 编程序编很快 看了一下子这个扣内环 内扣内环 就是真的是编得很好的有些 但是你刚开始 你学这个的时候 你就别想着那样 老老实实 一条一条指令学器给它编 指令的格式 我们8086是一到六个字节 这个是变长的 我们学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操作码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操作数呢 它可以一字节 二字节 四字节 实际上前面还有锁成 我们就不管它了 操作码肯定要有的 那么我看看80 80386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讲了 就是又是那个的 我们这个大概的讲一下 为什么要学了解一下 后面呢我们就下堂课讲吧 具体怎么来编码 如何来设计有些例子 然后把这个机器码搞清楚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学指令 你们不要嫌枯燥 反正这个想给它搞的生动形象 但是你总是要把那一条一条指令记下来 要记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先把第二章 第一章第二章 作业跟思考题思考一下 这到时间了吧 嗯 就下课